歡迎收看台灣上前行 台灣上前行 我是孟琦 今天是開工第一天 不過受到疫情的影響 很多公司不是先團敗 而是先快篩 這個新春上工 到底要怎麼防疫 王碧盛提點了五招 要來招大家自保 哪五招 我們等一下一起告訴您 另外就是這個過年期間 洪秀柱跑到中國 去參加了東奧開幕式 而且還跟汪洋一起大談 什麼中國夢不能夠缺少台灣 事前朱立倫 這個國民黨黨主席 到底知不知情 洪秀柱的這一番促統論 會不會讓國民黨的民調 再創新低呢 這個年底馬上就要選舉了 台北市長之爭 可能就是三分天下 撒喀都的局面 朱美代表蕭美琴 被譽為是大黑馬 不過針對到底會不會 回台灣來參戰 他是秒回說 敵死不從 好 現在的選情到底怎麼樣 我們稍後一起來討論 我們趕快來歡迎 今天的特別來賓 好 首先第一位 我們歡迎到的是 資深媒體人林玉慧 孟起好 大家平安 好 再來邀請到的是 民進黨台北新議員王敏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左手邊邀請到的是 國民黨高雄新議員黃紹婷 孟起好 大家好 再來歡迎到的是 政治評論員余美美 孟起好 大家好 好 最後我們要歡迎到的是 資深媒體人鄭沛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們趕快先來看 結束了九天的春節廉價 今天這個開工日 大人忙著要去上班 那小小朋友也要開學囉 防疫上面要怎麼來兼顧呢 我們趕快一起來看看 哭得再大聲還是得和爸爸說再見 乖乖上學去 七號開工日 私立幼兒園也跟著開學 除了桃園高雄宣布延後一週晚 其餘縣市的孩子都得重返校園 其實會擔心啊 但是因為我們就是自己在家裡 其實都沒有外出或幹嘛 對下的消毒什麼都還不錯 因為已經一個禮拜了 我會瘋掉 所以老公又這邊開了 我們還是把它送過來 過年免不了出遊走春 家長難掩憂心 送孩子到校時都很守規矩 完成實聯制 而不少園方更都提早調查 學生的活動足跡 家長一一回報 小孩的接觸史和健康狀況 進幼兒園前也得排隊消毒量體溫 就因為目前幼童 還無法接種疫苗 為了降低染疫風險 原方不敢大意 不少老師都提早一天到校 將教室環境徹底清消 小孩上課 爸媽也得上班去 迎接春節後第一個工作日 醫服會執行長王必勝 PO文建議企業 因應春節大量人群移動 未來一週有症狀者 最好先快篩 或到醫療院所採檢陰性 再上班 在職場也要暫時冷漠些 減少不必要的閒聊或群聚 同時要避免太多人 在大餐廳用餐 更要落實分艙分流 及最基本的戴口罩 五招自保 雖然無法達到零風險 但在疫情 隨時可能發生的狀況下 希望能將危害減少 好春節放了 長達9天的廉價 大家這樣子到處走春 如果有症狀 一定要上工之前 先快篩 那我們來看到 今天開工日 台灣今天有哪些本土的病例呢 我們趕快來看指揮中心 最新的記者會 我們各位媒體朋友們大家午安 謝謝大家 在年後上班的第一天 參加我們的記者會 那我們今天記者會 還是由我們陳指揮官 來親自主持 我們的副指揮官 也同時在會長上 此外出席的 還有各位的最右手邊 我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的蔡孟良 蔡署長 以及我們社區防治組的莊翔副組長 以及醫療營變組的羅一鈞副組長 以及我 那首先我們還是先請我們指揮官 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我們目前疫情的狀況 還有接下來我們的一些的相關的 預計的作為 好 各位記者 理事先生 大家好 先跟大家也在拜一個晚年 那我們今天先跟大家報告我們今天的 確定的病例 那本土的病例是2例 那境外移入47例 那屍體裡面 包含28例的落地採檢 然後居家檢疫18 然後檢疫期滿後採檢 是1例 那這個本土的病例2例 都是居隔 因轉陽的案例 那1例是在高雄 是在高雄港的延伸 那1月23號 已經匡列居隔 那時候檢驗是陰性 然後現在 在2月5日 他要解隔 那然後就採檢 那是陽性 不過CT值是30.4 那我們還要進行 後續 當然還會進行再二採 然後另外1例 是新北市 新北市 的一位5 5歲的本國級的女性 本國級的小孩 然後女性小孩 他是點點幼兒園的老師的接觸者 那1月25日 也已經居隔 那採陰 然後現在他轉陽 那所以在今天在整個過年 過年到現在 目前情況看起來整體的疫情都穩定 並沒有新增的一些傳播的鏈 所以在這裡我們持續的觀察 不過目前情況看起來 這整波的疫情看起來是漸漸的穩定 那昨天入境 昨天入境採檢比較多 因為人也進了大概960人 那採檢陽性的28位 那百分比是22.92% 好 那另外今天早上 我們檢 在班次人比較多 5個航班裡面有426人 那檢驗出來有3位陽性 那百分比是0.7% 好 那個這是剛剛跟大家報告的 這從 房仲園山 那延伸到 這個點點的幼兒園 那裡面的小朋友 那他在1月25日就開始居隔 那 他大概這本身的 大概這個陽性大概百分之25.5% 那他家裡面人都驗過 他家裡面人目前都是陰性 不過這個家裡面人他要再觀察 那這兩天大概需要被關切 大概是有2個 那一個是桃園 這個日益公司 那後續的採檢 大家知道就是說 他裡面被匡列5天的人 大概有1000位 然後照而送到集中檢疫的大概250 幾位 那昨天開始對這個這1000位做二採 那這裡面 預計要採的是917位 917位 那裡面大概就是有840位 已經全部都驗嬰 那61位他檢驗結果還沒出來 那有16位還在追蹤 不過這驗的比例已經很高了 已經大概超過9成 那都是陰性 那目前看起來這個情況 也是往好的方向在發展 那當然今天另外一個 就是亞序這公司 這個也進行 也會進行他的一個 三採 那這個我們再看看 因為這些都是在居家隔離的 為多 那在高雄這邊 也是剛剛跟大家也 報告過 基本上就是一個 在高雄廣的工作人員的家人 那是陽性 那不過因為都是在居隔期間 那陰轉陽 那也多了一些相關的 基因的定序 那多了4個基因的定序 那都是跟原來高雄港 原來的同一株 並沒有新的變化 那對於警戒的期間 我們現在維持二期警戒 那不過這次維持二期警戒 我們就直接拉到2月28日 以往大家也知道我們都是 兩個禮拜一輪 那這一次我們就把它拉到2月28日 那這個時間大概中間 我們的元宵節 那經過元宵節之後 我們繼續觀察到月底 來觀察說有需要做怎麼樣的一些變動 那所以2月8號起到2月18號 還是維持二級的警戒 原來這些相關的社區防疫的措施都沒有變 那至於春節檢疫的專案 也配合 也配合 延長到2月28日 換句話說14天 ABC三種方案 都維持到2月28號 那我們今天特別請在移工方面 也開始在過年後 就開始有一些引進的措施 我們這個請勞動部的蔡署長跟大家做說明 指揮官 副指揮官還有各位媒體朋友 勞動部說明 第二階段的移工專案引進的相關規劃 那首先說明 我們在去年的11月11號 那勞動部也經過我們指揮中心同意 啟動我們第一階段的移工專案引進 那到今年的 2月14號 也就是我們第一階段的一個 屆滿 那在目前在這個嚴守邊境檢疫的 這樣的一個大原則以及落實國內外的一個 相關檢疫措施下 那我們也評估移工引進 並不會造成我們整個社區安全的一個 疑慮 那也經過確認我們所有的這個移工 來源國都能夠配合相關的一個防疫的措施 那我們勞動部也經指揮中心同意 自 今年2月15號起 那我們取消第一階段的積分制的引進方式 那同時也接續啟動第二階段的移工專案引進的 規劃 那雇主可以直接從印尼 越南 菲律賓及泰國 都可以來引進 移工 那相關的規劃說明如下 那第一點 我們移工入境前 那這一次必須要都能夠完全接種疫苗 並且要能夠上傳相關的接種證明 到勞動部的入出國 機場關懷服務網 那經過查核同意後 才能夠引進 那第二點 移工入境之後 那雇主必須安排到防疫旅館 進行檢疫 而且也必須要事先經由防疫旅館 所在地的直家室或縣市政府的備查 那移工必須在防疫旅館裡面要完成 14天的集中檢疫 並且在同一個防疫旅館 繼續銜接後續的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那完成之後 那也採檢 陰性的情況之下 才能夠前往我們的工作 地點 那第三點說明 指揮中心會統籌調度集中檢疫的床位 那如果有釋出可以提供 移工的入境使用的時候 那勞動部我們會同時適時的來開放雇主 也可以提出申請使用集中檢疫床位 那並且為依照移工的入境簽證的日期 排序 依序入境 那第四點說明 那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基於 特殊的需求 那也可以經由報經指揮中心同意後 那自行規劃移工的防疫宿舍 並且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統籌 防疫宿舍的一個管理的職責 那最後報告是其他的所有的檢疫的一個措施 都完全依照第一階段的一個相關內容來辦理 這裡面包含在來源國 必須要能夠減少訓練所的一個人數 移工入境前也必須要完成PCR的檢測 並且要安排一人一室的隔離 那同時來台前必須雇主要夠妥確診的 醫療保險 並且在入境之後能夠立即PCR採檢 檢疫結束再次做PCR採檢 那在自主健康管理之後再做一次快篩 那全部合格之後才能後續的工作的一個 相關的事宜 那邊境檢疫在目前的一個COVID-19的疫情 之下是至為關鍵 我們也呼籲雇主必須要善盡 移工的照顧管理責任 能夠落實勞動部所定的 相關的因應嚴重特殊傳染病肺炎雇主 聘僱雇的生活及工作的防疫指引 等相關的規範 那雇主如果沒有依照規定辦理 勞動部也會依照違反就業服務法的相關規定 依法就論處罰款或是廢止聘僱許可 那以上報告 好 謝謝勞動部的說明 那基本上大概未來 現在大部分那個移工都只要是進駐在集中 檢疫所 未來集中檢疫所要堅持的轉型 那就收相關輕症或是無症狀的確診病人 及相關的在疫情發生的時候 專案需要大量匡列的時候 那當然在這個過渡時期還是會移出一部分的 集中檢疫所讓這個移工來做使用 那不過未來移工這一方面 劍勞要轉到防疫旅館或者防疫的宿舍 那勞動部也做好了相關的規劃 不管是從仲介 雇主還有移工本人 那層層負責 那希望把這件事情做好 能夠兼顧我們的一個勞動力 又能夠兼顧在防疫的安全 然後另外我們有幾例 幾例被我們移動 從這個境外移入 判入是本土的 幾個在旅館裡面所發生的案例 我們是不是請羅副說明一下 好 那大家如果看我們的新聞稿 我們今天有三例這個原來是列境外移入的個案 都是中國境外移入的 那今天都改判為本土個案 那這都跟 兩家防疫旅館有關 所以我先就這個兩岸 臺北這個部分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那臺北這邊有一個防疫旅館 我們先前有就是公布過的境外移入個案 分別是案18761跟18786 這兩位在當時公布的時候都是中國境外移入 那當時有一例其實比較特別 也就是18761 他是在進入自主健康管理 第四天的時候 那才這個就醫採檢陽性 所以當然因為這個潛伏期比較長 我們也就啟動回溯去看這個防疫旅館 是不是有其他一些地緣相關的個案 那在當時有發現就是說 同樓層的不同房間 有確診的個案 包括有18498到18500 這三位是印度境外移入的一家人 以及有這個18786 是這個中國境外移入的個案 那他們都是在防疫旅館檢疫期間被確診的 不過我們經過後續這個序列 全精英的這個比對 他們這三個房間 總共有123455個個案 除了就是有這個一家人裡面有一個小朋友 他的病毒量比較低 我們沒有辦法定序之外 其他的四案呢 這個病毒的序列都是算是相符 只有相差一個位點而已 所以這目前研判是同一起的一個事件 那針對這個旅館也做了進一步的調查 總共有10名的員工 他們都有做PCR的採檢 都是陰性 那旅客部分也回溯這個1月19到27號 同樓層跟上下同號房的這個旅客 總共有26位都已經做過一次的這個採檢 是陰性 那後續也會在這個距離旅館或者是27號 只有14天再進行採檢 那究竟是如何互相傳染的部分 經過環境的調查是說 他們的這個天花板 看起來有一些這個可能空間上會有房間之間 氣流相通的一個可能性存在 那另外就是說在其中有幾個個案 他們可能是因為旅館 比如說去進行採檢或者是因為已經期滿 可以離開旅館的時候 也有這個時間上這個時空重疊的一個可能性存在 所以目前來講 是有這個互相傳染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這一個群聚 就基本上是研判為說是一個 房間旅館當中有造成交叉傳染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兩岸也都從這個中國境外路改判為 我們本土的個案 那他們在時間上的重疊主要就是在這個1月20號 到23號這這四天當中 那這個印度這一家人 他也是在這個24號的時候 被確認是陽性 23號採檢24號確認是陽性 所以大概時序上我們也都可以掌握 這樣的一個關聯性 這是臺北的這一期 由兩岸改判為本土 那大概下午臺北市 這邊也會再進一步做後續的說明 那另外有一案的話 則是桃園管理的這個個案是19042 這個是一個中國境外路的個案 原本是這樣判定 不過後來經過序列的比較 那他的這個序列事實上 跟高雄港的這個群聚的序列都一樣 是屬於這個BA.2 那這個BA.2的這個序列呢 我們再回頭去看他跟高雄的一個地緣關係 其實發現說他是在高雄的防疫旅館 進行這個居家檢疫 那回溯也發現就是說他同樓層確實有另外一位 是這個居家隔離 因轉陽的這個高雄感情去相關的一個個案 按這個19186 所以目前來講 大概也是懷疑說可能是被這個 居家隔離在檢疫期間 這位個案也許有一些交叉出來的一些情形存在 那我們因為序列是跟我們本土的群聚相同 所以目前也是先改判為本土 那後續的疫情調查會由高雄市這邊再進一步的去 做這個進行 那這個19186的序列是還沒有辦法跟我們19042 來做互相的比對 所以不過大概全經營的部分跟高雄港的序列 都是一致的 所以大概最後的序列應該會是相符 那他們的重疊的部分是 也是住在同樓層不同的房間 另外在這個 1月24號到2月3號之間 應該是有一些可能這個 地緣關係的這個重疊 所以進一步的這個召回跟財情 我想前幾天有在高雄的這個記者會有說明過 我們這邊就不再做贅述 所以這兩起的事件 所以我們都是由這個境外入改判為本土 以上報告 今天我們台灣的本土病例降為個位數 降為兩例 不過為了保險起見 指揮中心還是宣布 從今天開始一路到228 我們全台灣還是維持在 二級的防疫警戒範圍當中 尤其這個春節的九天連假 免不了會到處去拜訪 請吃五十啦 到處去走春 所以上攻之前如果有症狀 請大家一定要記得快篩 我們來看這個開工到底要怎麼防疫 王碧盛要教你五大招數喔 首先我們來看到王碧盛建議大家 如果說這個過年期間走春回來之後發現有症狀 拜託大家先在家裡面用快篩檢測的方式 或是到社區的採檢站醫療院所來檢驗 確定是陰性的再去上班喔 那另外第二點這確實也蠻特別的 過去大家都說上班要熱情一點 沒想到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王碧盛建議大家在職場上 開工的第一個禮拜麻煩大家冷漠一點 好避免不必要的寒暄啦閒聊或是群聚 有事情的話盡量都用卡電話或是用社群軟體來溝通 也要減少大型的實體會議 那如果像這個茶水間啦 休息室電梯 盡量不要這樣大家都集作會 一定要分時分流 好第三點就是說公司裡面如果有大餐廳的話 提醒大家這個開工的這第一個禮拜 拜託不要這樣子全部群聚在一起用餐 如果可以就買便當回來在自己的位子上吃 那用餐的時候也不要交談 好第四點利用不同樓層不同空間不同班別 一定要好好進行分倉分流 那最後呢還是老話一句戴好口罩勤洗手消毒 這是大人要注意的部分 另外我們來看到這個小朋友 其實家長們也會很擔心 那因為確實最近在桃園跟高雄 確實疫情上面跟其他縣市相較來講稍微嚴重一點 所以桃園跟高雄的公立跟私立幼兒園這個開學 是延後到下個禮拜啦 延一週到2月14號再開學 那其他的大朋友的部分 教育部目前是宣布說 高中以下的學校還是維持在2月11就開學囉 所以學生朋友還是準備要來收心了 好講完這個疫情的部分呢 我們要稍微來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我們要來看 這個過年的時候啊 我們是到處這個走春 不過國民黨的紅袖柱 他的走春是跑到哪裡去 他跑到中國去 唱賀汪洋 大談統一夢 還說什麼中國夢就是不能缺少台灣 這些事這些話 事前朱立倫到底知不知道 我們等一下回來 來看朱立倫的最新回應 是有 Kṛṣṇa的 今天將這裡料理明 是不是 哪兒 哪兒 太厲害咬 太厲害咬